电视台收视率 小三 闺蜜 家庭妇女在就业 等到许多中年而立的人将会面临的问题 看得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编剧们把一束同名原著里面 这个原本放在香港那个城市的拥紧感的故事 加街道 上海这个文化更加多元 人们性格也更加生活化的地方 让观众看起来保护就像是发生在左邻右舍的事 其中最最最接地气的 莫过于刘章明星扮演的罗子群了 如果说罗子群是温柔 堂金是冷静 玲玲是精明 那么关于女人在感情上所有的弱点 编剧都放在罗子群这个角色身上了 不同于姐姐的漂亮 罗子群从小就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下 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姐姐 对于爱情的期望也很卑微 只要有人对她好 她就误认了这是真爱 别掏心掏嘴的对别人好 并且甘愿承受痛苦 这种有情形水饱的思想 让她在婚姻里面吃尽了苦头 其中冲突最大的一次莫过于二十几里 罗子群和老公白光 因为姐姐离婚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之前一直都是唯唯诺诺样的罗子群 在剧中突然爆发的演技 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丈夫以为子群是看着姐姐离婚 又有了有钱的男朋友 也想和自己离婚找个有钱人 这深深伤害了一直隐忍的子群 她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这个家 却被宣爱的人误会 就让她的对于爱情的信仰进一步坍塌 之后更是到了双方互相诅咒对方去此的地步 张灵芯这一段戏 从漫不经心的微微生气 再到后面无法克制的愤怒 层次的地境把握得恰到好处 把一个外表撒白甜 内心 石子很傲娇的上海姑娘也活了 而和姐姐撒娇的时候 流露出的几分冷静下来之后 都无奈 配合鼻翼的微微抽动 令人感觉在婚宴中 她是真的很痛苦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摆脱 恋爱呢便是这样 做事只受到荷尔蒙的驱使 而并不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 而之后迅速和发行诗 切入爱河的子群 也仅仅就因为对方夸赞自己美的 特别旧方形所诩 看看一旁的姐姐白眼 都要翻出来了 罗子群的形象的写实 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说起来张灵芯自己就是个正宗上海姑娘呢 难怪许多网友都说 她实在是把这个招人心疼的小白甜给掩活了 但是且慢 角色归角色 张灵芯本人倒是一眼就看出了罗子群在感情方面的弱点 作为一个风风火火的白羊作妹子 张灵芯似乎对这种委屈求全的懦弱并不感冒 看她日常微博的画风就知道 其实张灵芯内心可能住着一个逗笔 比如会把马甲线说成是人鱼线 然后马甲线就成为跟随她的一个固定梗 这种略为女孩子作风的她 但是让我想起了她另外一个经典角色 父母爱情 种敢爱敢恨的大女儿江亚飞 江亚飞心直口快 身为大院长大的孩子 那内心可是满满的自豪 张灵芯把江亚飞这种傲娇又略显至男的青年女兵 演艺的活灵活现 在爱情观上 江亚飞似乎更加接近张灵芯本人 和罗子群的听了两句情话 就找不着为不同 江亚飞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坚持 一定要是自己发自内心喜欢 欣赏的男人 才会真正不顾一切跟着她走 她拒绝父母对她婚姻的安排 对于喜欢的人展开猛烈的追求 求而已不得的时候 宁可暗自相信也不随波逐流 江亚飞生活在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 她这种叫她爱情观 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最终她和童年玩伴王海洋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遭受父母的反对 不愿意女儿投婚就给别人当妻母 但是江亚飞却坚持自己的选择 认为这个男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 看来张明仙的角色 总在婚姻者当此世上和父母八字不合 不过小编我认为 张明仙在父母爱情里面 演技最为精彩的一刻 要数这段江亚飞借着酒精 为自己的姑姑抱不平的一幕 这段哭泣堪成经典 整场哭戏没有一般的在好哭 打哭 虽然最后张明仙只是红了眼眶 留下了几行眼泪 但是却能够感受到 她此混合着眼泪所表达出的不一般愤怒 不过真正为她称奉无数的 还要数2015年大热剧 狼牙把里面重情终意的玄境丝使下动一角 半数半批的长发和暗色俐落的着装 让这个人物显得十分大气 作为一个被安排了摆链钢和绕纸柔双重个性的人物 下动一方面是不苟言笑 冷面无情的帝王心腹 张明仙很少演绎这样冷静的角色 让我们看到原来她不傻白甜妇女汉子的时候 竟然是如此引气逼人 另外一方面她又是在爱情中的 小女人曾经想过念风是怎样风杜片仙的齐男子 才能将这样一个经过不让十妹的女子的仙收服 可惜这份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最终只死亡 张明仙把这种刻骨的丧腹之痛 表现得很隐忍 用简单的几滴眼泪 就让人感受到那种无以言表的悲伤 而最终有情人终于在此重逢的时候 她又不多言语 内中的笑容就是张明仙表现下动 此刻心情最好的答案 许多人都被她的演技感动了 也是从狼牙棒中更多人认识了张明仙 许多媒体现在把大器完成 夹在张明仙的标签里面 确实和她的同学们比起来 她从没打红到此过 也许外人看来可惜 但是对于只想好好拍戏好好生活的她来说 这种能够尽情演绎每一个喜欢的角色 能够有更多精力尊严剧本的红 才是她最向往的状态 而且有实力 根本不怕被埋没 现在她又投入到新剧古语的拍摄中 这部改编自著名法 以往雪梅真实版案经理的行政类电视剧 在张明仙将在其中挑战女法衣下营一角 看起来了又将是一个睿智且冷静的预解人设 期待她的表演 我的前半生还在继续 罗子轩的故事还没说完 这边女法衣工作已经开始 而张明仙更加不会停止挑战更多的好角色 接下来她又会带给观众们怎么样的惊喜 请和小编一起拭目以待吧